現在是中原標準時間 10月28日下午5點10分 我正在前往演出的日上 好啦開玩笑的啦 我只是晚上要演出 我趁著彩排的中間休息空檔出來錄分析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國際版四週年前半的賽斯特別轉蛋 這次的新角色是維奇戴爾米納希 他是一個相當DOP的角色 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這樣 這次辭職是稍微給他硬了一點 看起來就是納希 然後打工 死靈之書 寒月光 魚 炎帝 左詞 高地 牛頓跟柴斗斯基 都有機會出來 所以他就是個大安鍋的概念啦 這次一樣也是首十連式半價十抽 S7保證出上面一隻C65的角色 還有他的天井 大家要注意一下他的天井是三十個才能去換出來 也就是說他的天井是特別不一樣的 就是三百抽 然後他的確實是比較強一點啦 所以還蠻合理的嘛 因為我們的十祭司馬前一開始也是三百景啦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 好我們直接來分析他的技能組 他的技能組變身前 人類武器攻擊型 藍轉我方C珠大掉落 然後黃色跟人類還有武器爆風激烈強化 富與黃色珠連鎖 左方充能出六次點擊 出發 傷害轉炸彈C珠大 然後黃以外轉C珠大 變身 CG的話是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到解除為止呢 黃屬性是人類和武器角色攻擊力提升60 被動1的話是全解傷害保護定時跟病毒 那沒有辦法處理障礙珠 再來的話 被動2呢是冒險開始時 黃屬性跟人類還有武器技能回合縮短2 被動3是各階層開始呢 黃屬性人類和武器點擊次數加2 C珠三層究極縮短暴風激烈強化 被動4的話是冒險開始時呢 有機率掉落各60個自身C珠大跟黃爆彈大 他的變身前的技能組齁 其實就比較有點像是說針對呢 他還沒開始變身熱機前 一些前期先不要讓他太平弱的輸出火力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技能組呢 算是還蠻猛的 真的蠻猛的 就是一個完全是針對為了變身後的 所設定的技能組 因為他就是第一個嘛 階層開始然後跟冒險開始 就是完全就是針對遊戲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可能需要熱機的情形下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黃屬性-CD大家都非常多 所以其實說句實在話 被動3被動4就看個人啦 因為你可能就是有時候可能差個CDE嘛 那第一回的時候就有暴風激烈強化 可能C珠聖神救急速檔 然後點按出甲2在黃隊啊 或者是人類跟武器裡面 就是前期就有個非常好用的準備的起步啦 然後你進到第二關你就可以直接讓回奇 直接哈囉 另外一個模式這樣子 這算是第一個完全就是針對變身的技能組 我們就不太多說最初好不好 那我們直接來進入這個變身後的能力 人類武器攻擊型三圍的話 是1451083784181 特殊珠以外轉黃色珠解除病毒 六回合紅珠轉自身C珠大掉落 賦與黃屬性人類武器角色綠色珠跟障礙珠還有定時珠連鎖 被動CG的話是給予單體救急傷害到解除為止 黃屬性人類還有武器角色攻擊力提升60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破炮跟定時還有防病毒 被動2的話是各階層自身技能回合MAX 然後各階層黃屬性跟人類還有武器技能回合縮短 1變身後下回合發動 被動3的話是攻擊型角色在前頭時呢 體力跟均衡還有恢復型角色增加6000參與攻擊 被動4的話是每回合有機率掉落60個黃爆彈特大 然後變身後的下回合開始發動 所以呢 就是他變身之後呢 雖然沒有辦法馬上直接開技能 但是你只要進到下一關 馬上就是他online的模式了啦 就有點像是說 你這一關呢 你第一關你可能跳一回合 然後你就先開個圍棋 然後呢進到下一關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變身後的技能組 這其實是一個相當恐怖的概念 大家都懂嘛 通常都是只有遊戲開始跟到王關可以瘋狂跳進 沒有想到他居然是一個每回合都可以跳進 雖然說我是覺得他的技能組其實一直瘋狂連開 效果上來說其實也沒有特別必要 因為其實你看到變身後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他的六回合自身C珠大 然後再來就是連鎖啊障礙還有定時 就是沒有所謂的需要瘋狂連開的像那種直傷用的技能組 所以其實呢 說句實在話我是覺得說 你反正你只要變身後進到下一關 然後開一個技能 就差不多了啦 就你也不會說要一直瘋狂的連開他 因為他也沒有所謂的C珠強化 或者是沒有所謂的很兇猛連力 就是只是針對說他的 他的這個變身前的充能珠呢 就是可以去讓他一直去用啦 所以他有一個重點就是你的Fever不能亂開 平常都說Fever就趕快開掉把充能珠拿掉 可是呢他這個技能組呢 Fever是不能亂開的 這個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充能珠拿掉 你大概就把圍棋費的大概四分之二吧 就是半個左右的火力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去注意一下下 我們直接來針對他的被動 對一些其他地方 我覺得特別需要講的 就是再來就是他的被動3 被動3的話當然就是說 你只要放攻擊型以外的角色阿 就是都有一個很不錯的輸出阿 然後跟火力 那就是當然就有另外一個 他有一個專武阿 就是他的專武就是 這次演唱會活動的那個 那個的荒屬性男生阿 但我也我也欣賠其他 我的腦中現在都還是 等一下要彩排的譜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突然回想不起來 反正就是他專武呢 就是這次的 這次的關卡角色 就是一定也是要刷 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就幾乎是 可以毀天滅地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們兩個已經突破了人仙道 然後也突破了很多台 趕要該死的關卡 大家應該都蠻多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 就是來說呢 圍棋第一個點就是 他配黃屬性非常好用 那他當然配人類隊 跟武器的雜射隊呢 也會非常的兇猛 這應該就是 圍棋可以在國際版 然後以及之後到台版 可以橫行一陣子的一個根本原因 第一個就是 你不太有辦法有有效限制他的手段 第一個你除非 你大概也只剩 那個種豬殺跟類型殺 才有辦法阻擋他 因為第一個就是 他幾乎是把所有的陷阱呢 處理的一乾二淨 然後再來就是 他又有跨屬性的能力 然後也有在單色隊的能力 這大概是圍棋最OP的點 就是他放在哪裡都會非常好用 然後 自己又有一個雙射的洛西 然後他的洛西呢 疊的CG倍率第一個 就又痛 然後又疊得很高 就是 攻擊力又疊很多 所以目前來說 圍棋的話 其實就會是一個 相當OP級的角色 就是 應該也 我聽說好像評分也是在10加等級 就是應該會是跟司馬謙 司馬謙是等同等級的 噁心程度 好 那這個池子呢 這樣子的講 應該大家就差不多懂 圍棋的強 圍棋強大之處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 另外一個很強大的東西 叫做他的轉蛋池 他轉蛋池裡面的小獎 其實有幾個是給他滿 圍的 大概裡面有 八個屬於圍的 對 大概有八個屬於圍的 第二個圍的東西 就是他的機率 各0.3% 我覺得 我覺得 應該 應該是寫錯了 因為 都特地寫Pickup了 對不對 Pickup的機率 應該會稍微給他高一點點 就是 可能像是平常的0.6 然後其他均分2.4 好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要在影片開始的時候 我要先稍微爆石一下 我要爆石自保 不要到時候 我晚一點影片出去之後 大家就又開始說 噢 噓 已經改了啦 你怎麼還沒有更新之類的 拜託 我這是自保 好不好 就是這樣 反正我覺得應該是 真的是寫錯 因為我覺得各0.3%這個辭職 就真的太誇張 當然就是 如果你是小抽抽玩家的話 我就會覺得 你可能不用抽太多了 因為0.3%這個機率實在是 太誇張 我當然是覺得 應該就是 圍棋0.6 然後其他均分2.4 然後 保底格就是 大安國買 各4%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不可能都0.3% 拜託不要打我臉 給我改掉 好不好 這個 好啦 那如果你已經是鐵了心 要天井來把它抽出來的玩家 那當然你就 也不用管 對不對 0.3% 沒差了 反正你都決定要天井了 你就緊出來吧 提早收工就算你賺 那小客戶玩家 如果真的他還是維持在 0.3%的 這個機率的話 大家我就會建議 不要抽太多 因為 0.3%的機率是非常的低 就是比FGO 還要 最精彩一點點 好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詞子呢 最後 會影響我評價這個詞子的一個點 就只是在說 他的機率如何 因為他其實技能只是強的 強的沒話講 那就是 最後就是看我們機率 最後 會怎麼改 真心希望他是解脫 就這樣 好啦 那喜歡今天的分析影片 就按個喜歡 按個訂閱 然後再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呢 有把我們三千訂閱的 呃 特別影片已經丟出去了 大家還沒看的 我可以去看一下喔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